各位老友 我是月主月好 大家好 最近香港的天氣 非常之炎熱高溫 又經常有驟雨 在滿熱高溫的雨水季節下 就會令到身體濕氣很重 全身都累慘慘 很不舒服 所以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部 燒暑氣又清熱又去濕的湯 趕酒又濕又熱 帶走疲倦的三連湯 不是把這煲湯喝三連 是蓮藕、蓮藕、蓮子的三連湯 這是蓮皮 你自己摘的嗎? 這些是蓮子 這些是蓮子嗎? 是蓮子 多少錢? 10元一包 10元3元 那我回去是不是可以拆蓮子 這些比較方便 這些是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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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些是蓮子 這些是蓮子 這些是蓮子 所以蓮子 這些是蓮子 這些是蓮子 不是每個人都會買的 你是不是買 買一包 你買這個就可以了 是 買一包 我買了一包 不要 不要 要一包就行了 我不要 你買這包嗎 對 20元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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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元三包 就算了 算了 好了 買了20元 很棒 回去要來煮湯 好 可以吃嗎 對 可以煮湯 好 謝謝 我是月主員 大家好 剛剛片頭也看到我 買了蓮蓮 蓮子 還有買蓮藕 哇 很划算 這些蓮蓮 如果有蓮子 在裏面 10元三個 那你回來自己撕吧 如果只是買這些蓮子 新鮮的 就要買20元 就有四兩了 我就買了一包四兩 其實我已經吃了十幾十粒 這些沒用的 送幾個來 他都很大方 撿了幾個給我 我就回來煮湯 那你也知道 剛才我在街市裡見到一個 有一檔這些蓮藕 仔買 我們這裏十五元兩斤 那我又買不到兩斤 撿了這三個之後 整個這些金絲網 一齊了 他就撿了一個 那就十五元了 大家都見到 OK了 我就拿來煮湯 變成今次的湯就是三連湯 蓮藕 蓮蓮蓮子 嘻嘻 嘻嘻 這個沒得頂了 那我買了兩磅這些豬骨 我這次用十粒椰棗 因為椰棗 就可以這樣吃 但是不放得太久 如果沒有椰棗 就用四粒大蜜棗 那我就用椰棗 由於蓮藕 蓮蓮和蓮子都屬於汗 所以要拍兩片薑 要理解一下 我還加了一百克的微豆 所以就浸了水 因為微豆可以健脾 燒暑渴 補腎 這些功效 可以令這個湯更加香濃好喝 這些材料 我一路做就一路說給大家聽 這些蓮蓮 先看看 還有一粒蓮子都還在 還沒撕光 這粒小一點 難怪了 這些蓮蓮 有入藥的功效 那時候買了一些 湯包 也有乾的蓮蓮 其實蓮蓮 是很濕的 有補皮止射 涼血止血的功效 買了回來 我們就先撕開它 撕開它 撕開它 還有蓮子 它又走流眼 OK了 你也知道 這些是在那個 蓮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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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坐車去蓮塘關口 蓮塘 是蓮塘的蓮塘 出於泥而不染 蓮塘 蓮塘 你也知道 蓮塘 所以這些都是有點髒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 將這些蓮蓮 撕開它 找一根鹽 進去 怕它在蓮塘 有些蟲枝 放大鹽 不斷浸一浸 讓它去一去 那些髒東西 如果有蟲 自然就會浮上來 你要理解 這個要理解 先浸一浸 先浸 浸幾分鐘就可以了 至於這個蓮子 蓮子 大家都應該吃得很多 但是那些 很多時候 你都是在雜貨店 給5元蓮子來 有些就是白蓮 有些就是有皮的蓮子 你也知道 新鮮的蓮子 其實很棒 其實我已經吃了十幾粒 我已經拆了出來之後 就先剝掉一個殼 可以這樣剝掉 剝掉一個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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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顆蓮子心 這個蓮子心 有清心火 和清熱解毒的功效 所以你現在去到這個心 就不要棄掉它 留回來這個沖水飲 尤其是有一些乾火 口乾口苦的人 就沖水飲入 非常之好 我們就這樣處理它 先說明明因為都怪不太苦 但是我這說法 我現在要剝掉 你現在沒癢 就直接吃了 我吃了十幾粒 都會連過 Negative never get that 可能我也是乾火 好 美味 一粒一粒 剝掉就可以了 切掉皮 有些同的同類 有些同類是這粒 是綠色 皮 都用很加 那就你把它剝掉 會很簡單 rig 蓮子心 蓮子就蓮子 好了, 慢慢處理 至於蓮藕15元兩斤 怎樣的呢? 通常都是三折, 我都是買一折 蓮藕仔很好, 以為炒菜更好 這些頭尾不要 這些可以洗一下 一定要破開看看有沒有泥 照計這一折就沒什麼 這次也不用菜刀, 用餐也行 很乾淨 你不理解 這些可以了, 切開 先破開 很乾淨 通常大蓮藕是藏滿泥 所以蓮藕都要這樣破開 如果有泥就要洗 稍後就可以一起洗一下 好, 浸在蓮藕上 在這裡, 浸一浸 好 用鹽浸一浸 好, 現在我先處理好蓮子 好, 處理好再跟大家說 這裏就已經是 浸了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就洗一下, 很簡單 OK, 這樣浸一浸 就逐個逐個渣渣, 蒸清水 那些蟲枝就離開 至於蓮藕, 很乾淨 你摸它就知道了 這些不是漬 一定有這個漬 這樣切也可以, 有口感 如果太大塊, 再切一切 沒什麼所謂 好, 夠夠的, 這樣搓一搓 這次我是煲4-6人的份量 沖一沖, 乾淨水 蓮子, 一起沖 椰棗, 倒著, 洗一下 薑片, 要拍一下才出味 OK, 兩塊 這些煲湯骨, 兩磅 我已經飛了水 好了, 過來煲得, 過來 我首先呢 就會是 煲5升水 因為我4-6人的份量 多一點 煲多一點 兩磅的豬骨 蓮子, 微豆, 椰棗, 薑 都放進去 多一點料 好簡單 這個 蓮藕, 蓮鳳 剛剛好 由於它有骨的關係 我們要 首先呢 煲滾 好了 好了, 大火燒起了之後 我們要收回小小火 這個火 這樣煲 一個小時 三個字 或者一個半小時 煲好了之後 不要打開蓋 有去焗 焗一個小時以上 那一口湯就特別濃 特別出味 好了, 煲好 就和大家一起喝湯 好了, 已經煲了 一個半小時 焗了兩個小時 那些年輕人回來 要喝湯 嘩 打回熱它 嘩 好香 你看這些顏色 喂 新鮮的蓮蓮蓮子煲出來的湯 不同的 加了些蓮藕 好正 喂 剛才那個蓮子濕 我以為沖了水喝的第二杯 真的挺甘 挺好喝的 對於我這些 醋熱的底 就適合了 好, 讓我現在煲了湯出來 先和大家說 嘩 你看這些顏色 好, 讓我煲了湯出來 先和大家說 煲好了 嘩 嘩 已經煲好了湯 就已經可以出去喝湯了 喂 豬骨這些 剪豉油就可以了 一個小時左右 就已經淋了 好正了 喂, 你看這些材料 真的沒得到 剛才媽媽說 哎呀, 這些蓮蓮 是用撕開來洗 如果要留一隻 待會的湯 就更好看 可以放得更好看 不是的 都要說真實的 真的要撕開來泡一泡 這些蓮藕 好正 一人一塊 一人一塊 都淋了 蓮子 這些 在底部 還有一些微豆 這些是椰棗 喂 這個湯 是趕走濕氣 帶走疲倦 安神正心 補皮止射 以及可以促進消化 如果有便秘 都可以改善 記得 在這種時間 如果 買到新鮮的蓮蓬 新鮮的蓮子 加一塊蓮藕 就可以煮到這個湯 非常之好 喂, 讓我試一下 給大家看看 看看什麼味道 顏色就非常之好 不是 很甜 雖然沒有什麼內煲 很棒 好味道 這個 我沒有加鹽 如果大家加鹽 剛才就加了一點 記得 如果真的睡得不好 記得煮這個 試一下 這個非常之好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三連湯 蓮子 蓮蓬 蓮藕 蓮藕 這個沒得撐 謝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至於粟米 當然有一個開粟米器 這個真的買得好 這個就是上次拍的 粟米肉粒 粟米油泳池 我現在很多時候都吃 這個很棒 就自己刨 很方便 因為最重要的沙律 就是冷 這個薯蓉 是日式的 我老婆最喜歡吃的 好